就你这腿长我批涂都不敢这么批 虽然我没有张元英的鬼 但是我可以画她这种 今天它是一个妆分享 灵感呢是来自于张元英美眉 张元英它主要的一个风格就是比较偏 很纯绿一点的 然后也是比较可爱一点 仿妆不仿人啊 只是测考一下 开着涂过面索 涂过防晒蛤离 先局不择下 手指有温度上妆能更浮体 但是你运的时候就不能 整个家上去运 我只能运一点那个边边 水泥灰的这种颜色 这个的话就很适合用来遮痘印 用手指的温度把它运拍 然后跟刚刚的这个亮的颜色混合在一起 在手上试一下 刷出来是那种薄薄的又能盖得住的 那种就OK 拍上去 然后再把边边运染一下 局部遮瑕和眼下的地方 硬底下注 整个底妆妆面就特别的清透 修容膏 修一个短圆的下半 化重点了啊 现在要用塞篮去边做提亮 然后边把我们这边压得没有那么油 蘸完粉之后 染掉多余的 然后把那个粉滚在你的皮肤上 它就不会去破坏你的底妆 眉毛的话 它的走向是往下走的 比较无辜的眉毛 不太有什么眉峰 就是这样的一个顿顿粗粗的眉 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划我们的鼻翼 鼻翼要修个小一点 这样的话显得比较 眼妆的话就是一个粉菊掉的 眼尾的地方往顺左 鱼粉戴一下眼下 眼尾的地方稍微加深一点 双眼皮折到里面 然后再在眼珠的那个正上方 顶一点 我们先打亮一下眼头的位置 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内霜 但是我的双眼皮是个平行的 我要把我这个柔皱敏运 我只要声音队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 善性的双眼皮 画一下你的眼线 它的那个睫毛好难找到一样的 找了个类似的 把胶水吹到半个 小心翼翼的戴上去 等它完全干之后 把睁下睫毛加在一起 这边的夹睫毛就ok了 来画卧槽 卧槽我们把它分段画 你不能直接一长溜过去 笑起来的这个位置 画一点点小小的阴影 你看这个卧槽的 就是又饱满又自然 下睫毛的话就不用画特别密 眼妆的话就画完了 又可爱又魅的那种感觉 三伙的话选了这种粉级粉橘的 但是有一点感觉 好像是连到这个眼睛的这块 非常非常粉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这个的话 上脸没有那么的粉 它是很透的那个 粉红的话选了一个比较粉调的 然后外面再叠一点 这种水润质感一点的 这个颜色真的很女团 然后的话就是灵魂的两颗质 如果觉得这颗质不自然的话 就可以用手摸一点粉饼 然后盖在上面 其实就会自然一点 给鼻子来点高光 最后长理一下头发 一个非常张员音的妆容就OK啦